整片公寓外牆只有这一户 阳台挂满各种杂物 这是独居长者壮汉原的家 人家不要的东西他也捡上去 他就是堆到剩下一条路可以走 高龄89岁患有机少症 邻居不忍定期探视关怀 就是我住在隔壁 因为这个中老先生 是我们长期的老龄机 过去都是有修改衣服的 都在帮他处理的 就像我们的爸爸一样 买一个阴阳瓶给他喝 隔壁楼上有住一个慈祭的志工 他想说有去看一下 环境怎么这么脏乱 就想说要不然 麻烦慈祭的志工来打扫 有一个浴缸 然后浴缸上面盖着一个木板 那个木板一打开里面是 全部都是小墙 全身起鸡皮革 可是还是想说要把它完成 真的这个没有什么 只是付出我们一点 就是一点实践 扯去一世尘埃 志工挥汗如雨 没人喊累 反倒还紧接着替长者打理门面 老人家放在心中的感谢 比起言语更真诚 我一直想过来 不知之处 这个就无意了 对啊 我们想过来 曾经的孤独岁月 在这一刻有爱相伴 重拾满脸笑颜 达爱新闻 真善美之宫台北报导 一人在请黑马拉雷 inherit召唤 北报导